俗话说,天道有轮回,苍天饶过谁,纵使当年你在怎么红旗一时,等到吞去光环你就泯然众人仪,咋致死的不是别人,正是一直被网友持终关注的那两个女孩,其中,一个是娱乐圈正然染生起的大明星林尿可,另一个则是站在前者身后一拧下的小姑娘杨佩姨。 当年,林尿可因为长相甜美可爱被选中站在奥运的舞台上,演出结束后全国观众都记住了她,现如今,她也早已成为娱乐圈一个不大不小的明星了,每一个动态都会引起不小的关注。 近日,她就在网上删出一张照片,引来不少网友批评,趁着浓妆艳抹的样子实在不像当年那个小童星了。 再加上之前在媒体镜头前脚容造作的样子,更是让网友反感。 不少人都对这个打声打气不可爱女孩失去好感,她的现状基本与袁杉杉一样成交黑体质了。 可是,谁还记得那个阴形像不佳,而被迫站在幕后贡献甜美歌声的杨佩姨呢? 那时,媒体的采访镜头,全对准了林尿可,待她唱歌的杨佩姨则被忽略。 当杨佩姨看到无法理解的现状时,小小年纪的嘴里竟然蹦出一句,这里本应该也有我的。 说实话,不光是杨佩姨小姑娘自己难受,网友们看着更是很气愤,这对孩子的心理会造成多大影响啊。 小小年纪本是天真单纯的时候,却因为成年世界的意义去使导致犀利糊涂,默默承受这一切。 换作任何一个同龄人,都会在她幼小的心灵身处,留下难以磨灭的伤痕。 从后来林妙科音学大人语气说话造型来看,这还真就是怎么回事。 幸好天到有轮回,之后的杨佩姨凭借自己的歌声,先是与歌神张旭又同台合作演出, 后来又给喜阳阳与灰太郎演唱了插曲,现如今,正在上高中的他女大十八遍。 颜值突飞猛进成了个小美女,而且,她还凭借歌声成为了校园红人。 短发小清新气质不舒田富珍,唱歌时的神态跟邓子齐一模一样。 日前,杨佩姨的粉丝就在网上晒出了一个,她在学校演出的小视频。 当时台下一片欢呼声为她喝彩,从视频中也能看到素颜的杨佩姨,明显就没有林尿可那股龙妆艳抹的味道。 不高不矮不胖不瘦皮肤还很白的她,气质已经出剧当下流行的歌手样子了。 谁能想到,当初因为形象不佳,而被嫌弃的杨佩姨,如今却逆袭成功变身为校园红人呢,反观之前甜美可爱的小女孩林尿可。 凭借颜值成为了红极一时的小童星,可现今却被网友反感自在当黑体质。 这就像网友们说的一样,天道有轮回,苍天饶过谁啊? 对于这两位童星对比玄疏的过去和现状,你有何感触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